在济南东部有一群特殊的孩子 他们由于先天或后天等原因 被评定为智力残疾 在这群孩子当中 有一个生意 经常出现在老师和同学们需要的地方 他就是王世豪 长大了 想当名空军 因为空军 空军很辛苦 看得远啊 给国家 给国家 带来装帮助 今年18岁的王世豪 有一个当空军的梦想 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 9月9日 记得见到王世豪时 很难看出他与普通孩子的不同 高高的个子 俊朗的外形 腼腆的微笑 王世豪八年前入校时 被专业机构评定为 二级偏上智力残疾 生活难以自立 王世豪的智力和普通孩子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因为他的智力 穿线而影响了 他生活的种种 比如说 就像我们 他的劳动能力 我们普通孩子 那记鞋带 我们普通孩子 不用老师教 在家里 自己就学会了 但是王世豪 他学记鞋带的时候 老师要用了 二三十个课的功夫 而且要把这个 记鞋带的步骤 给他先翻解 王世豪知道 自己的智力 不如普通孩子 他并比其他同学 更努力的学习 生活技巧和文化知识 为了学好汉子 一个简单的笔画 王世豪需要练习上千次 每当同学们 在休息或者玩耍时 总能看到王世豪 努力学习的生意 经过八年的不断努力 王世豪在文化课 音乐 体育等方面 都有较高提升 2019年 在山东省 智协特奥联谊活动中 王世豪斩获男子组 短跑100米 和200米脸眉镜牌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培养 也让他 你像参加各种小组 康复训练小组 这种艺术训练小组 从艺术方面 他的进步突破非常大 这也与他自己的这种努力 是分不开的 他非常要强 只要是老师 那个要求锻炼的 训练的 这个他就一定要把它 做好练好 除了将自己的学习生活 打理得井井有条 王世豪在学校 还乐于帮助老师和同学 吃饭时 为同学们发放饭菜 牛奶等 这些点滴 王世豪的班主任 看在眼里 感动在心里 由于在学校表现出色 王世豪荣获山东省2019年度 新时代好少年称号 无论是在德 志 提美劳 各方面 都非常发展得 非常的全面 说实话 我们一直从 开始招生到现在 所有的这种 智障学生中 他是第一个发展的 如此全面的学生 这和他不懈的努力 是分不开的 不光在学校 是老师的好学生 王世豪在家中 也是父母的好帮手 父母长期在外工作 跟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 在王世豪眼里 他就是家里的男子汉 要主动承担起家务 为了照顾好奶奶 他学会了做饭 炒菜 洗衣服 王世豪的奶奶 看到18岁的孙子 这么懂事 觉得很欣慰 王世豪的奶奶说 孙子现在可以自理和劳动 自己未来最大的希望 就是世豪 可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哎呀 就是这么一个孩子 家里又不是 过得没钱是吧 家里家做媳妇呀 做媳妇呀 因为啥就这么一个孩子 还能要大公开呢 一天是 做媳妇呀 就这么一个孩子